黑色风衣搭配墨镜,赵薇选择了一身低调的着装,带着自己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来到上海。 主演赵又廷、韩庚等也是简单的黑色西装,一行人默默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四川亚安灾区的关注。 没有繁荣的发布会流程,至青春剧组一上台便开始了与媒体间的互动。 该片讲述了改革开放时期大学校园里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记录了他们从懵懂到成熟的蛻变历程,如此描述青春的模样在国产片中几乎没有,这点也让赵薇非常自豪。 我们大陆就没有真正属于我们年轻人成长的青春片,而且我把它放在90年代中去拍,是因为那个时代,因为我们社会发展得太快,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大家只有在电影里面再回顾一下我们过往曾经经历过的时代和青春。 我觉得我做到最满意的一点,我把它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陆片。 而对于大家所猜测的影片票房将达到5亿,赵薇坦言希望观众可以给他奇迹。 很多人在赌这个青春票房到底是多少,而且这个赌局开得特别大,对于我来说我也特别好奇,因为我自己认为这个电影不像其他的那样,跟其他的中国电影有一些不同,他有自己特别独特的样子, 就变成你不能参考某某成功的电影,他如果像他,他的票房打开多少,特别难猜,这个真的就在观众手里,所以希望观众能给我们一个奇迹这样。 既然影片讲述的是青春的故事,因此片中关于男女之间的青涩爱情自然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对此赵薇玩笑地表示自己在拍摄时就很羡慕女主角有很多亲热戏。 真的我很羡慕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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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高圆圆看到后会吃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